Wait for the rest of the days 夏业光 夏业光 火猫车 六公子 不用再和你谈一谈 为你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什么人 让开 什么 你最好跟我们合作 老奘的话 没你对我都不好 你先回去吧 走 走 走 容婿 你醒了 你醒了 下雪 陆先生 在下已经恭候多喜了 过去 打开 陆先生是我今天请来的客人 要以礼相待 今天找我来 有什么事吗 这是我的家乡 晋刚现产的名产 陆先生可以尝一尝 在日本有色在晋刚的采茶歌 十分地有名 上山中佐找我来 可不单单是为了喝茶吧 其实 茶道一同人道 不在于出自于哪里 最关键是要好喝 这个是自然 可是你们中国人 很多人不不理解这个 非要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 我们大日本帝国 最终的目的是啊 解放皇中人 实践真正的大同亚贡荣 上山太军 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就拿你们大话全场来说 其实我们很不愿意看到 陆荣轩先生那样的 陆先生 你那大话全场的地气做底呀 只能说明你的运气不好 不代表陆先生没有能力 谁都不会想到 共产党的游击队会实施那里 可大家把所有的责任 成规矩在陆先生一个人身上 上山我很为之叫不平 不平 这个 这个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其实 与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 有什么不好吗 又何必分你我呢 我们都是为了亚洲的繁荣 与我们合作 可以让大话更好的发展 难道不好吗 什么 三菱公司的实力 想必阁下听说过吧 这个自然 我们跟大话合作 其实是想帮助大话 让大话成为中国的三菱 进而成为全亚洲 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造船长 上山中佐 所言当真 看来陆先生对我们的诚意 还有所怀疑 如果我真想关闭大话 何必费这么大精力呢 这都是你们对我的误解造成的 那上山中佐 希望我们做点什么呢 其实是我们想帮助你们 我们并不想占大话为取用 所以我们想在大话里找一个完全可以代表我们的人 才遇到大话的日常工作中去 这样可以有利于大话找更好的方向发展 那我不知道 上山泰君这个人您找到了没有啊 找到了 就是个山泥 我 这个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第一是因为您是陆荣萱先生的二公子 您是大华的继承人之一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了很多与中国人的冲突 而是因为您熟悉大华的日常事务 这样可以为大华更好的服务 原来是这样 其实我们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 也希望陆先生能够理解 好 这样吧 上山泰君 此事关系重大 应该让在下回去想一想 没问题 那我上山就谢谢陆先生了 安妮 安妮你听我说 浩然 你今天的决定太随意了 我 我们不能因为日本人的压力去结婚 你知道我的宗教信仰 神地不允许在婚姻上有任何的欺骗 哪怕就有一点点 我希望你能体谅 安妮 你的难处我能够体会 那也请你体会一下我的难处啊 你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你还记得这本书吗 安妮 你还记得这本书吗 当然记得 这是我在中国过的第一个生日 你送给我的礼物 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送给你这本书吗 因为我喜欢 如果仅仅是因为你喜欢 剪奥斯汀的书 我可以送给你他写的其他作品 为什么只送给你这本书呢 那 那因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 达西先生的口才并不好 他往往只是会做 而不是说 所以 所以 达西先生会说 如果对你的爱少一点 话就会多一点 你 你什么时候开始的 达西先生还说 当我发现自己爱上你的时候 我已经一半 在路上了 可是你从来没告诉我 我以为 以为 我们仅仅是工作关系对吧 是 是 爱你 你知道吗 当你 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 还有 你每次出去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的时候 我已经确信 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 我好快感 亲爱的安妮 你愿意 你愿意接受陆浩然 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吗 我愿意 大量愿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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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没早一点告诉我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 我早就告诉你了 战争 因为他我失去了我父母 还有我舅舅 可是因为他 我又认识了神父母 还有你父亲 还有沉重罗奈和施妖 可是最重要我遇见你了 我心目中的摩西 我不知道我应该埋怨他 还是感谢他 阿妮 不要感谢战争 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灾难 要感谢就感谢上天吧 你是这辈子上天赐给我 最最珍贵的礼物 好 大华船厂的情况怎么样了 大华船厂的情况怎么样了 自从陆荣萱报病以后 大华厂涉入了瘫痪之中 江南号安排得怎么样了 属下已经安排江南号 立刻前往东南亚 为敌国军队运送战略物资 已经起航了 很好 阁下还有一件事想你汇报 说说看 沙山君已经找过陆浩天了 陆浩天怎么样 他有些犹豫 但是态度上还是希望跟我们合作 没关系 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给这位陆公子一些支持 好 陆荣萱自视甚高 他的家庭观念又特别重 我们要在大华内部 挑起陆家两个兄弟的斗争 我不仅要在商业上 我还要在精神上 彻底把陆荣萱打垮 我要让上海的这些华商们知道 与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 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不喝了 也不知道现在大华怎么样了 大华有浩然在那儿看着呢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日本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先不要去想这些问题了 好好地养病 妖琴啊 我问你件事 问吧 以前你通过大华的船和航线走私 这一路之上 接应你的人都可靠吗 自从上次出事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用大华的船和航线走私过 我甚至连大华都没有再去过 我不是要追究你 我就是想要问一问 接应的那些人是不是可靠 很可靠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那好 那就好啊 为什么问这个 浩天这个混账东西出卖了大华 真是伤透了我的心啊 但是我又想 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 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那就更说明日本人一直在觊觎着我们大华 那现在可浩然一个人的力量 是很难对付日本人 想来想去啊 留得青山灾 不怕没柴烧啊 我想把家里的美钞和黄金都集中起来 秘密地送到重庆去 这样即便是日本人占了大华 那就凭这一笔钱 浩然也能够让大华东山载起 嗯 如果真是留在上海 那就真可能全都被日本人抢走了 我明白了 你是想通过我们之前的渠道 把这些美钞和黄金 安全地运到重庆去 嗯 嗯 现在浩然哪 忙着对付日本人 那浩天是根本不能相信 只有靠你了 我这可是把我的身家姓名和整个陆家 都托付给你了 你放心吧 这件事我去办 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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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陆公子啊 你来我这儿干吗呀 我来看父亲 这陆公子可真是个大孝子啊 把自己的父亲弃病了住进医院 现在又跑来看 你可真虚伪 诗瑶妹妹 你别这么讽刺我 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谁是你诗瑶妹妹 我可从来没承认过 唯有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哥哥 诗瑶 你别这么说 陆浩天 我告诉你 你要但凡还有那么一点点良知的话 我劝你赶紧离开这里 要是让陆伯伯再见到你的话 他很可能就性命不保了 到那个时候 你可真成了千古罪人了 你听我给你解释 其实我 你别解释了 你觉得你现在说的话 我还能相信你吗 好 浩天 别理他 这孩子被我给宠坏了 别太介意啊 我不介意 这都是我自找的 好了 别站在这儿了 到我办公室去坐一会儿 好 你的事情我也听到了一些 你也是被日本人所骗 责任不在你 只是你父亲现在身体虚弱 情绪也不稳定 你现在看他会刺激他 晚些时候再过来吧 好 这个我明白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你也别太担心 你们是父子嘛 有什么节也解不开的呢 而且 你父亲也是个豁达之人 现在只是一时想不开 这个心结早晚会解开的 但愿吧 我父亲这次算是把我恨透了 他能够重新认回我这个儿子 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在我看来 你现在能为你父亲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把日本人从大华赶出去 而不是在这里自怨自异 你是个男子汉 事情是你惹出来的 这个责任你就得自己承担 这个我明白 我告诉你啊 施瑶可不喜欢懦弱的男孩子 沈 沈伯伯 最近有一件事情 一直在我内心深处 特别特别纠结 我想您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 什么样的事情啊 前两天日本新兵大队的商山伯也来找过我了 他来找你 商山伯也对我说 希望我作为日方的代理人 参与到大华的日常业务的决策层中去 那你怎么回答他的 我说让我考虑一下 沈伯伯 您是知道的 如果我一旦作为日方的代理人 那我 那我可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了 所以你就一直拿不定主意 对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一直也没有想通 在我看来 这是个好机会 好机会 可是别人会怎么看我 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出卖家族的罪人 说我是一个大汉奸哪 这勾建卧行长胆的故事 你们从小都应该听过吧 大丈夫做事不拘行事不求小结 不会因为世俗的言论 而改变自己的计划 你现在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日本人从大华赶出去 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谁又能说你是出卖家族的小人哪 还有 你利用日本人给你的这个平台 从另一方面来说 你还可以保护大华 这不是件很好的事情吗 这个我明白 浩天哪 我是一直看好你的 我和你的感情最为深厚 远胜于浩然 而且 我对你从来就没有丧失过信心 多谢沈伯母 我父亲要是能够像您这样想 那该多好 浩天 不要去苛求别人 而是要改变自己 石瑶那边的工作 我去替你做 你要知道 我可是一直把你当作我未来的准女婿 谢谢您 沈伯母 您今天告诉我的一切 我都记在心里了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 好 我真替你的父亲为你高兴 那个沈伯母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我今天啊 宣布一个重大的消息 我要跟安妮结婚了 真的 当然啊 浩然同志 恭喜你了 浩然哪 老哥恭喜你 谢谢 我才不跟你握手呢 你臭小子 老师 陆浩天已经答应我们的要求 他将作为我们在大华的代理人 好 德川先生国人高明 他的计划又向前推进了 老师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看戏 看陆家手足之争的大戏 爸 您现在觉得怎么样 没事了 没事了 大华现在怎么样了 穿上现在挺好的 您就放心吧 你一定要把大华给我保住 绝不能让日本人给抢去了 您放心吧 只要我一天在 我绝对不会让日本人的计谋得偿 好 自古苦难出英雄啊 这对你也是一次磨练 嗯 爸 今天呢 我想告诉您一件事情 好 安妮答应跟我结婚了 真的 嗯 是 太好了 嗯 我就说吧 我要是不催你们呢 再过几年 你们也想不起来要结婚 嗯 浩然的 按照咱们中国人的礼 英雄安妮 聘礼不能少 我知道了 嗯 陆先生 其实 嗯 叫我什么 啊 父亲 这就对了 父亲 其实 我和浩然 想 婚礼要从前 你看 现在也是战争时期 从前可以 但是中国人的礼数 一样不能少 嗯 我知道 哦 这个事儿 你秦姨知道了吗 哦 我还没来得及呢 这不想第一时间先跟您说吗 哎呀 啊 赶快回去告诉你秦姨 让她也一起高兴高兴 好 不过您这里 哎呀有安妮在我这儿 你还不放心哪 是 悠悠来照顾父亲 你去吧 好 那我就去了 好 安妮啊 你坐 我 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哦 好的 你能成为我们陆家的儿媳妇 我真的很高兴 啊 我也是父亲 我想要跟你说的是 你维克多舅舅的那笔巨款 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解决 嗯 现在日本人把手艺就伸到了陆家 我怕因为我们陆家呀 使得这笔巨款不安全 嗯 三个信物现在都在你手上 你一定要尽快地参透其中的密码 巨款多留一天 就多一点风险 好 我知道 你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 嗯 但是我对你也有一个要求 您 您说 尽管你马上就要成为浩然的棋子 但是这件巨款的事情 绝对不能让浩然知道 好 我保证 那就拜托了 你放心 岗村司令 岗村司令 刚刚有一份电报过来 为了帝国在中国南部的战役 近期将有一大批军需物资 从北边运到上海 上海作为帝国在远东地区 最重要的物资转运站 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这批物资对于帝国在中国南部的战役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阁下 属下明白 属下一定全力保卫物资安全 不 你要做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阁下 请见明示 这批物资还不足以满足帝国 在中国南部地区的作战 所以岗村司令下令 我们还要在上海就地 筹集一批物资 一并运送南部前线地区 阁下 我们应该筹集什么样的物资 粮食 面粉和盐 是 首先明白 太爷 眼下上海的时局 是越来越乱 死的人越来越多 咱们在上海各个地区的厂子 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 有这么严重啊 谭爷 这是账本 要不 你亲自过目 老白 你说你跟随我这么些年 这别人我信不过 难道你我还信不过吗 这还不止呢 自从日本人实行了粮食供应限制后 后来投靠我们的兄弟 都没法去上海市政府登记了 开始来十几个人我还能对付 现在人越来越多 我们自己的余粮也不够啊 太爷 你要是再想不出个办法来 恐怕兄弟们得和西北风去了 那咱们现在库存还有多少粮食啊 最多最多 也只能支撑半个月 谭爷 别怪我多罪 咱们既然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倒不如把那些后来的那帮兄弟啊 欠再回家 不行 绝对不行 弟兄们是冲着我谭王祖名头 投奔过来的 咱们不能因为眼前这么一点点困难 就把弟兄们打发了吧 你这么做的话 那我谭王祖在上海还怎么混啊 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们真的是熬不下去了 老白啊 这件事情我清楚了 你得让我好好想一想 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至于弟兄们吃饭问题 我亲自去解决 记住 让弟兄们都要提高警惕 我们的宗旨是 任何人都不能得罪 但是任何人也不能得罪我们 老爷 这是从永安面粉厂 发来的极箭 怎么啦 附近 出什么事了 日本人急需粮食 让我捐面粉给他们 我就是把面粉全倒的黄埔姜 也不卖给日本人一袋 马上给我备车 我要去到永安 父亲 您去永安做什么 我要告诉中人们回家给我歇着 一袋面粉也不生产 父亲 请坐 您先坐 父亲 这样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 虽然我们已经不再生产面粉了 但是我们的仓库里还是会有库存的 如果日本人跟您要仓库里的库存 您给还是不给 再说了 您这么做 其他人也会跟着效仿 日本人要是追究 必会迁怒于您 到时候我们不但没有达到目的 反倒会把自己也搭进去 得不偿失啊 那照你的意思 我们就只有坐以待毙了 也不是 我们可以把已经生产好的面粉 秘密地转移到其他的生产地区去 转移 嗯 现在永安被日本人包围着 要想不通过检查把面粉转移出去 简直是痴人做梦 老爷 他老板谭望族想见您 谭老板 嗯 从来没跟他交往过 他来干什么 无事不登三宝殿 请吧 请 老毛 这么着急有什么事情吗 为我的家事 家事 家事 对 我们家最近发生的事情 你一定有缩耳闻吧 哦 我听说了 日本人把手已经伸向了你们大华 大华丢了地 还丢了江南后 你先生气得住了医院 对 对于大华的事情 出座非常关注 江南后 是远东地区大排水量的货船之一 日本人为什么要抢劫他 楚左也非常想知道 这个 我能够查出来 那好 说说你的家事吧 好 日本人进入大华以后 我先生担心大华以后会不保 所以 就想转出一批美钞和黄金 到重庆去 你们想利用中统 在各口岸的联络点 让自己的黄金和美钞安全 是的 我知道 因为私事动用局里的联络点不好 可是 老毛 你我都是CC的老同志了 这些年 你在上海为我们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 不过这件事情 我做不了主 我要向上级汇报 但是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那就多谢了 什么 谢良 嗯 唐老板 你我同在上海这么多年 按说我应该帮你这个忙 可是眼下正闹兵乱哪 时下我刚跟小儿商量的 要关闭面粉厂的事情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陈老板 你是知道的 我唐王族不是随意求人的人 是 可是眼下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弟兄们要吃饭 我这当老大的就不能不管 唐老板 不是我不想帮你的忙 我有难言之隐哪 陈老板 只要你能帮我度过眼下 李陈老板的事情 就是唐某人的事 再说我唐王族手下还有七十二个唐口 随时都能听候您的调道 我就不信了 凭您的财力 凭我的人力 在上海滩 还有什么事情能难得住我们吗 是啊 谭老板 实话跟您说吧 家父不是不帮您 只怕是要这么做 在日本人那边不好解释 那我就奇了怪了 你说我找你们借粮 与那苟日的小日本有什么关系啊 莫非要知道我眼下困难 要来找你借粮 事先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还是想看我谭某人的笑话 好 陈老板 如果你真的惧怕小日本的话 那也就罢了 你就当我没有来过 从此以后咱们桥归桥路归路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老死不想往来 虽说我谭某人是江湖之人 但我也深知节气是大 即便我就是饿死了 也不愿意与您等这班人为伍 谭老板您多想了 这件事情与您无关 日本人现在也在要家父捐粮了 家父是不愿意看见日本人 吃着我们的粮食 还践踏我们的国民 所以就推脱无量 如果说现在您说来要粮 我们又有的话 而且这件事情要是传扬出去 不要说了 我都知道了 陈老板 是我错怪你了 别说是没粮食 就是有粮 咱也不卖给他苟日的小日本 不难为你了 告辞 丹老板 请留步 刚才谭老板所言重情重义 我若还是听耳不闻的话 那就是我的不是了 陈老板的情我领了 踏日定报 只要你能帮衬我 你放心 此事只有你之我之天之地之 我不会牵连于你的 谭老板快言快语啊 好 您说需要多少 我需要一万斤 不知道陈老板有没有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五千斤也行 是 谭老板 我现在永安仓库里的库存 有二十吨 谭老板开口要十吨 是不是少了点啊 既然陈老板开口如此大方 那二十吨我全要了 好 就怕谭老板是运不出永安仓库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谭老板是有所不知啊 永安的仓库 现在都是由日本人在把守 这么多的粮食 想从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运走 恐怕您要另想良策了 想什么呢 浩然 你怎么来的 我把轻衣送到我父亲那儿去了 对了 我正想问你呢 今天我父亲跟你说什么了 你怎么知道 你父亲跟我说话了 这一想就明白了 他把我支出去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不想让我知道呗 还是我救出区款的事情 他让我早一点找出密码 拿到区款 这件事情总算有个了结 他还特别跟我说 千万不要告诉你 那是我父亲啊 怕我有危险 不过安妮 你要记住 我知道巨款的事情 你也不能告诉他 要不然把他下出个好歹来 那就麻烦了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跟父亲说 不过我父亲说得倒也是 巨款的事情不能再拖了 要赶紧找出这巨款的密码 那当然是 我舅舅留下的密码 那么长时间 我实在没有一个头绪 看来不能让你一个人想办法 明天我去找陈柱 这小子脑瓜灵活 我们一起想办法 没准啊 就能找出这巨款的密码了 不行不行 这 这三样东西太怪了 根本就没有规律可循 而且我们跟维克多这接触也不多 也不了解他的性格 你不了解他的性格 你就很难从他身上找到 他设计密码的秘密 我即使了解他 我也不知道这个秘密 当我们的思维陷入僵局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不是坚持思考下去 而是应该回到原点 重新审视一下 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纰漏 或者是没有想到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回到原点 维克多先生临此的时候 送给了安妮一块怀表 还有一个词 特朴呢 就是图的意思 对啊 这没问题啊 我跟安妮呢 就她的这个词 潜入了维克多先生生前的办公室 发现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面牵着我父亲 和周洪文的名字 根据他们 我们找到了这两个人 而且很快拿到了秘密的信物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在有些信息上 我们没有考虑到 我想到了 图这个词 什么 怎么样 维克多是用西伯来语说的呀 他原来说过 这是为了保密 毕竟懂得西伯来语的人 并不多 可是 如果仅仅是为了保密 那维克多先生 为什么会在大卫之心和怀表上 刻上英文单词和句子呢 他大可以继续刻上西伯来文 这保密系数不是更高啊 我也想到 除非有一种情况 就是刻上英文单词和句子 这个保密系数 可能大于只刻上西伯来文 嗯 嗯 那你的意思是说 维克多用了多重密码 对 词词 爱过以后我才发现 有些承诺 必须永远 感谢你陪在我身边 黑暗中让我看见 远方的光 远方的光 照进了家园 勇敢的 向前往 不要再悲伤 不要绝望 听起那 手上的胸膛 在困境中 更要练得坚强 勇敢的 向前往 不要再悲伤 不要绝望 听起那 手上的胸膛 在困境中更要练得坚强 在困境中更要变得坚强 在困境中更要变得坚强 在困境中更要变得坚强